如果說薛瑞福他已經是卸下公職 算是民間友人 但是現任的美國國防部的官員 跟他相互呼應 那就是另外一個事情 那麼給大家看這個報導 五角大廈的官員反對武統台灣 批中國的主權觀點 抵觸美國的利益 發言的人是美國的國防部現任的 副助理部長施燦德 他也提到了2049 剛剛好他提這個話題的時候 就薛瑞福到台灣發表演說的時候 他說 北京最重要的目標是在20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年以前 為了主權跟領土的爭端 找到最終的解決方式 特別是統一台灣 前後的美國的副助理部長 都提到2049 而且強調這一點 你認為有什麼關聯性呢 我先說一下 我當然都不會小看任何 在美國卸任的官員 因為在美國 他們其實在外交跟國防 他們有一批很小很小的精英圈 他們都是來來去去的 做做官然後借到智庫 然後智庫過過水之後 他們會再回去做官的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來來去去交流 他們憑藉的是什麼 憑藉的就是他們對於 這整個外交精英圈裡頭的忠誠 所以他們其實會有一貫的思維 當然這裡面可能在共和黨的 民主黨的 他們會有小的技術上面的一些差別 可是那個大的那個用美國 然後去指導其他的國家 然後實施自由主義 實施民主和平 然後實施這一些這種市場經濟 對他們來講都是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概念 所以他們是不會跳脫這個概念的 而以這個美國國防部的 副助理部長來講的話 等於就是這一個薛瑞福的後任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貫思維的 那這裡好 這個一貫思維他們跳不出去 所以我不會小看他們來的任何一個人 可是這裡面2049年中國要統一台灣 這個議題上面 是這個外交精英圈當中 很少的一部分他們堅持的理念 而且他們是憑著這個堅持的理念 要求美國要在這方 在整個亞太地區要政軍 然後要軍售給台灣 然後同時要加強對於中國大陸的 所有的軍事上面的一些對抗 所以2049又是在 這整個外交精英圈當中 很獨立的一支 他們堅持說這個威脅 就在短短的30年之內就會發生 所以美國必須要強化台灣的武力 可是我這邊提一點就是 因為川普他是非常的不喜歡 這一批外交精英圈的 他其實是靠著抨擊外交精英圈 而當選的某一種程度來看 所以他那時候批評希阿蕊的時候 美國民眾是買單的 他說你看他的經驗 他的經驗其實就是搞砸了 美國的經驗 而這個希阿蕊的經驗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些外交政策 精英圈的這些經驗 所以他跟他們是不對盤的 川普會走自己的路 只是現在他沒有辦法 完全的擺脫這一批人 因此對於薛瑞福也好 對於施灘德來講 他們那一套理念下 他要去推展的 他在白宮不見得行得通 因為川普不見得買單 可是他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要買單 我既然說中國大陸 30年之內會打你了 那你憑什麼不買武器 所以這件事情對台灣來講 他們是有很好的一個失利點 更重要的是對於川普來說 他其實並沒有任何一種說 我武器誰不可以賣 誰可以買 誰不可以賣 他沒有這樣子的限制 他希望他所有的盟友 通通大量的買武器 然後美國完全不要出錢 這樣好了 這一點是他們彼此之間是吻合的 所以我覺得前後任的 這個國防部的官員 來台灣賣武器 那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 未來四年 未來十年 我們會不斷的看到官員 如此的來台灣賣武器 可是那不見得符合台灣利益 也不見得符合美國利益 好 這個所謂的外交精英圈 其實你有進步了解的話 很多是世家 學長 學弟 他們其實這一派人 才真的認為他們是美國的主人 這些川普 這些總統 反而是來繼續一個政客 對他們來講 他們這樣認為 是 所以剛才福尼里提到 他們的思想是有一脈相承的 那再看看台灣要不要買單 因為他們有絕佳的理由 跟兜售的一個概念存在 那台灣就是在現階段 好像我們也得買 我們看一下立法院的院長 尤錫坤去拜會AIT的時候 說因為我們不斷的被宣稱 是台美空前的友好 這麼友好 尤錫坤就建議 其實我們也希望台美能夠建交 這個話說出口之後 當時這AIT的處長 這個邝逸傑是沒有回應的 沒有回答 沒有反應 然後當然記得就把這個話題 拿去問來台灣訪問的薛瑞福 這件事情 薛瑞福就說 嗯 沒聽過 所以不管你如何挺台 如何賣東西 其實美國 你必須知道他們的利益 是在什麼地方 很多時候就是口惠使不治 這一點其實蔡政府 應該也都知道吧 都知道 都知道 我覺得美國的底線 他也很清楚 美國的底線就是 他們只承認一個中國 中國大陸是唯一合法的代表這個中國 所以他跟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這個是他的底線 他很清楚 因為他知道 中美如果完全脫鉤的話 美國無法承受 不只是美國的社會 美國的經濟 美國的企業 其實美國在全球事務上 他都沒有辦法承受 因為他以後全球的事務 他也推不動了 兩個國家直接面對面對幹的時候 美國在國際上所有的事都推不動 例如說好他今天要制裁伊朗 假設 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他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你制裁你的我做我的 朝鮮的問題也一樣 敘利亞的問題 利比亞的問題 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美國也沒有這個把握 他也承受不了好 所以美國很清楚知道他底線 蔡英文也很清楚知道他底線 尤錫坤政治歷念那麼久了 他也知道他底線 但是為什麼尤錫坤還是要提出來 提出來以後 責任就在中國大陸了 那就再繼續激化兩岸之間的關係 那也就是說讓台灣的年輕人就是說 你看我們不能建交 就是因為大陸的關係 所以就繼續讓台灣的年輕人 聚集恨大陸 總之來講還是一個政治上面的操作 不過剛剛老師提到 如果中美脫過的話 美國也難以承受 所以我要進廣告之前 間斷跟你請教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如果台灣真的有一天走上 比較像是法理台獨 真的在做的話 不用等中國大陸出所 美國他也會出所來教訓嗎 這一次那個郭北宏 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郭北宏就是民事的董事長 他要推動這個正名公投的時候 你看是誰出手 把他阻擋下來 而且連董事長位置都拔掉 哪怎麼可能只是蔡英文 自己真的想這樣做 美國沒有這樣子意思的話 怎麼可能把獨派的這個大佬 而且把郭北宏這樣拔掉 連董事長位置都不給他做 好 大家觀眾就自己做一個評斷 我們等一下休息片刻 再回來聊其他的話題 包括了要找盟友 台灣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夥伴 但現在有另外一個 菲律賓說我不陪你玩了 我們回來聊 我 neutral 你 ради修復的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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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